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 父亲在外省的监督队上班 母亲在家务农 那时候我和弟弟都还是读书啊 1992年 我上了离家四里路的乡中学 我的同桌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男同学 貌不出众 学习成绩却很优秀 每一次考数学 都是班上第一名 他叫丁小龙 老是穿了一件挥不坠衣服 他了家 在离学校有十里路的深脚下 每天早上 丁小龙都是天不亮着起床 背着书包跑步来上学 很多时候 丁小龙都是第一个到学校的 但有一天早上 都快到八点了 他都还没有来 急得我心慌慌的 这小子 他目不是跌勾里了 好一会儿 丙小龙才点着脚跑来上学 他还衣服上沾满泥土 院上也有挂痕 我问他 你怎么了 被抢劫了吗 他说 早上天不亮就跑来上学 看不清路 不小心地踩空了 掉进了路边的泥坑里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居然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我这才赶忙讨来学校 我有些同情他 这倒霉蛋 居然真摔到沟里去 你家里学校那么远 让你爸妈第一买一个自行车呀 我说 每天早上 我都是骑自行车上学的 丁小龙叹了口气 才说 买不起 我快连学费钱都交不起了 丁小龙一直不告诉我 他家里的事 但班上同学里有他的同村人 从他们的义论里 我才知道丁小龙的家里情况 丁小龙还有一个弟弟 他母亲在兄弟俩只有几岁的时候 因为家庭太贫困 他就跟了一个外省人跑了 丁小龙的父亲 为了照顾两个儿子 没法出去打工 只能在他们山里 以种植杀身为生 由于收成不好 家里条件一直不太宽裕 听到这些 我的侧隐之心顿起 我的家里还有一辆家重自行车 当初考上初中时 爸妈就让我骑人那辆自行车上学 但我嫌弃她笨重 就秧的母亲 重新都买了一辆小草的新自行车 那辆家重自行车 就一直嫌弃在院子里 我想了想 第二天便将家重自行车骑到学校 把车钥匙交给了丁小龙 对她说 我家里这辆自行车一直没有用 送你一起吧 我看到丁小龙的眼睛里在放光 但他还是迟疑地拒绝我说 你爸妈同意吗 我担心会把车骑坏了 我赔不起 我说 没事 反正是就自行车 放在那里不用 更容易坏掉的 丁小龙最终接受了 我送给他的自行车 从那以后 他把车擦了单单静静 像爱护孩子一样爱护他 每天都骑了他上学 放学 一骑就是好几年 只是 但是丁小龙不知道的是 我悄悄送了自行车 一回家就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 你自己想想 你才读了几天书 居然就把自行车弄丢了 真是个败家你 幸好丢的不是新车 否则我绝技不定在买车了 让你每天只能走路去上学 哈哈 我被母亲骂 心里却在乐呵着 母亲大人 我这是在做好人好事 你愿望我了呀 但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实情 怕她是我女生外向 到初一下学期的时候 丁小龙就天天被老师提名 让他快点将这一学期的学费钱补齐 因为没钱交学费 丁小龙连课书都没有领到 每天上课的时候 他只能用眼睛瞟住我的书本 我没办法 只好把课本放在了桌子中间 让他也能够看到 回家后 我就不停地在母亲耳边抱怨 妈 我同桌交不起学费 老师没有发书本给她 每天上课她都来抢我的书看 您就借点钱帮她交学费吧 不然她都影响到我的学习了 母亲说 你不会得老师打报告吗 我说 她母亲不要谈了 我觉得她好可怜 听编她的学习成绩又那么好 我怎么忍心去告状呢 老妈 再说 丁小龙经常对我讲数学题 我的数学成绩比以前进步很大 她帮了我 我也应该帮她 是吧 善良的好妈妈 我对母亲说尽了好话 她终于数了48元钱给我 让我借钱给丁小龙 交了那学期的学费 到初周二连级的时候 丁小龙对我说 我爸让我跟着同乡去学做装修工 今后有一计之长 就可以挣钱了 我诚恳地劝她 你实习成绩那么好 以后我一定能考上大学 不读书就太可惜了 她低头 默不作声 我说 你放心吧 我爸是工人 一天就可以挣50元钱 我让爸妈借学费钱给你 等你以后有钱了 再喊多我爸妈就行了 我将自己传的40多元过年前 全部拿出来 塞进丁小龙的书包里 开玩笑说 我把一岁钱都借给你了 你继续读书吧 我相信你以后是拿笔杆子的命 丁小龙转过头看我 问 你这么相信我 我说 是啊 我现在借学费钱给你 等你发达了 就说没还得我好了 我还能赚一笔钱呢 说着 我就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上 丁小龙欠春玉45元 1993年 丁小龙终于没有辍学 还是坐落我的同桌 班上的同学 本来可以自主调动位置的 但我想要抽丁小龙的作业 让他对我讲数学题 就一直没有搬离他身边 我知道丁小龙家里困难 我就经常找借口 问母亲要零花钱 然后悄悄补贴给丁小龙 让他也可以买学习资料 和书等文具 到初中毕业的时候 我们都考取了县城同一所高中 只是丁小龙读了红制班 而我的学习成绩 只能读普通班 我经常刻意时间去找丁小龙 让他对我讲数学题 他读红制班 虽然学费少了 但生活费和补课费 还是要花钱的 我还是经常塞领花钱给他 那时候母亲已经知道 我一直在接级一个穷同学 她觉得我是早恋了 就常常规劝我不要胡思乱想 学校里的恋情都不可靠 我不承认自己喜欢丁小龙 他家里那么穷 我怎么可能会重义他呢 只是我比较好心 率先泛滥吧 但我去找他的次数多了 班上的同学就开始传言 说我和别的班上男生谈恋爱了 我极力否认 骗他呢说 丁小龙是我的远方表哥 久而久之 这才将传言压下去 没有被老师找我们的麻烦 到高三的时候 我想不到 发育迟缓的丁小龙 居然猛窜到一米七十八的个子 长得高大威猛了 眼上也多了几分阳刚之气 那时候 我承认 我的心里开始有了他的影子 每天我都会想要飞飞了 当有一次和他见面时 我忍不住拉住他 悄悄对他说 丁小龙 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了你 以后你不能喜欢别的女生了 丁小龙惊诧地望着我 脸有些发红 半天他才说 春雨 其实我心里也有你 但现在我们都在学习冲刺阶段 不能考虑这些 我一直想 等我们都考上了大学 我再跟你表白的 我一听 心里就乐开了话 看得丁小龙傻傻地笑 心里输不出的甜蜜和幸福 听说她的眼睛见识了 看不清黑板上的字 我就回家问母亲要钱 说我要配眼镜 母亲说 我没听你说我眼睛见识啊 你又想骗钱点的叶南同学吧 我瞪着母亲 你是我肚子里的虫吗 这都清楚 母亲说 我还不知道你 哪一次要钱不是要商分呢 春雨啊 妈知道你喜欢的叶南孩子 但她实习成绩好 今后考上大学 她会理你吗 我怕你以后会哭鼻子的 我想的 丁小龙已经给我表白过了 心里就美美的 充满自信地说 她是感恩的人 一定会永远记住 我对她的好 其实 我也想要努力学习 和丁小龙一起考上理想的大学 那才叫双速双飞吧 女生忙往感情丰富 却缺乏逻辑思维能力 我的语文成绩虽然不错 但我学数学和化学时 就老是不开窍 无论我怎样拼命听课 还有丁小龙给我反复补习 到高二后 我的数学和化学成绩 还是一次都没有考及格 很自然的 我和大学生活失之交臂了 而丁小龙的高考成绩 比他报考的师大院校 还高出了20分 丁小龙去了市里念大学 我则成了回家待业的农家女 身份悬殊 一下子起了变法 丁小龙去念大学的时候 我一直泪流不止 我说 你现在是大学生了 而我一无是处 以后你一定看不上我了 他扶着我送给他的风红眼镜 认真地承诺道 春雨 你相信我 我对你永远不会变心的 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现在你还可以复读 明年再考 我在大师校园等着你 我摇摇头 无奈地说 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不管我怎么努力 理科成绩永远也不要想及格 还是算了吧 我去打工算了 我看得丁小龙坐上公交车 向那省城的大学而去 心里又是为他高兴 又是为自己失落 丁小龙终于如愿上了大学 最后他可以靠着笔杆地吃饭了 而我 高中毕业后 又能做什么事呢 那时候 我小姨在福中市场卖衣服 生意一直还可以 比打工自由 母亲便让我跟着小姨去学做生意 我在小姨的帮助下 也租了一个摊子 专门卖各种儿童鞋子 刚开始 只能勉强保版 但我这人比较随性 对谁都孝主言胎的 和两三岁的小朋友 也能玩上半天 买卖实行薄利多销 没多久 我便积累下一批老顾客 也就有了不错的收入 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使用手机 我没法和丁小龙电话联系 只能每次坐车去 省城出货的时候 到大学校园去找丁小龙 每次他听能位说我找他 总是飞奔出巷门 老俩看见 我就黑黑地笑了 我心里暖暖地 将被风吹得冰冷的手 放到他的衣兜里 顺便将自己卖鞋 挣到的钱 也留到了他的兜里 丁小龙早已知道我的小把戏 他握着那些钱 感动地说 春雨 你挣钱也不容易 就不要老是顾着我了 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兼职做家教 平时也能挣些生活费和学费钱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就校服 我就才想到 自己还为他买了一件休闲服 就立刻将背包放下来 把新衣服拿出来让他使 我说 在大学里穿得太朴素 会被人看不起的 你去做家教 也要穿一件得体的衣服才行 丁小龙穿让我为他买的新衣服 就一直咧着嘴笑 开心的干什么似的 我在市场上卖衣服 二十多岁的年纪 正是女孩子人生中的花季 别人开始给我作美 介绍对象 但都被我一一泄绝了 我老妈说 你还想着那个丁小龙 他读了大学 还看得上你吗 你现在还年轻 也要多挑选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说 我就相信他 他那么老实 还敢去找别的女孩子吗 老妈说 那都是你主动送上门去 丁小龙没办法才接受你 如果你不去找他 他理你才怪 我一听老妈这话 也觉得有些道理啊 从来都是我一厢情愿 丁小龙甚至真喜欢我呢 为了考验丁小龙 对我是否真心 在他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没有再主动去找过他 也没有给他发布信息 我要等着他 主动来约会我 但我没想到 这个书呆子 他居然一声不吭的 也不来问我不理他的原因 就那样一直都不来联系我 让我在患的患失中 听天惆怅着 我老妈说 看吧 你喜欢了别人这么多年 给了他无数的钱财 他如果记得你的好 真喜欢你 恐怕早就按耐不住来找你了 无论老妈怎样奚落我 我也只能无言以对了 在市场上做生意时 我也抑郁不已 远旁边摊位的同伴们找我聊天 我都没有精神 一位闺蜜也数了我 你真是傻 那些资助男朋友读大学的女孩子 有几个人呢 有好结果的 丁小龙就是一个现代城市美 只有你才会相信他 我还是在等着 直到丁小龙大学毕业 已经分配了工作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 给他打的电话 我带着哭腔说 读高中时 你说你也喜欢我 原来都是假的 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捂着脸哭了 我只想发泄出心里的难受 却不敢去面对 他将要说出的结果 第二天 丁小龙居然就到市场来找我 他还带着我买给他的飞矿眼镜 默默走到我的摊位前 说春雨 你说我是在省城教书好 还是回到县城来当老师好 我拔了他一眼 说你注意记得我了吗 傻瓜 当然在省城当老师更有前途 丁小龙说 可是 你住在县城 我舍不得你 就选择了回县城来教书 我已经去县东学报到了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又急又气又喜地说 你这个傻瓜 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找我 为什么分辈工作 都不和我商量一下 他说 你都没来找我 我以为你嫌弃我穷 不喜欢我了 重新有了对象 我不好来打扰你 这段时间 我也一直忙着工作的事 等来可以留在市里上班的 但我想来想去 还是回到现场 因为这里有你 我的眼泪流得更急了 这个书呆子 原来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他不姓陈 也不叫陈是美 一切只是我作茧自负 自寻烦恼啊 我上前去 江洞的发红的手 揣进他的衣兜里 靠在他胸前 又是哭又是笑 把心里几个月的委屈 画着鼻涕和眼泪 全都擦在了他的衣服上 最终 我和丁小龙还是走到了一起 和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在我们婚后的日子里 他一直在现役中教数学 长期任高三年级的班主任 而我也一直碌碌无为 在市场里守着我的同些铺子 做点小生意 曾经 丁小龙也有机会 调到县教育局上班 有更好的前程 但偏执的他 偏偏喜欢教书 和学生待在一起 宁愿选择做一名 普普通通的高三老师 如今 我们的女儿也已经在读大学了 有人和他的父亲关系极好 他总是为父亲打抱不平 讨伐我 妈 你干嘛老是欺负我吧 他工作那么忙 每天下班回来 还要给你做饭吃 你真不是的贤妻良母 也不知道 我爸怎么会看上你 这么又懒又赖皮的女人 我笑道 你爸读书时 欠了我的学费钱 他一直没有偿还 只好以身相许了 这一辈子 我永远都是你爸了债主 女儿狐疑地忘得他老爸 他老爸难堪地笑道 没办法呀 女人心 海底深啊 宋空怎么逃得过如来佛的掌心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崁氏 开架 开架 放开架 开架